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哪一人 這場比賽也是海軍上將2聯賽 這部比賽已經打了一陣子了 最近還是有看到一些不錯的比賽 我們還是會來分享一下 在前幾天我去做了拔字池的手術 我現在嘴巴有點腫 所以待會講話可能會很不清楚 會有寒虎的地方 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好那我們就回到比賽中 那先來講一下瑪莉人 瑪莉人在這次改版中 已經下修他挖金的速度了 這個挖金的速度變成10% 然後持續也變10% 然後攜帶量變成11還是12黃金的樣子 所以他瑪莉前期的黃金攜帶量 沒有到那麼誇張有優勢 就是變得比較普通一點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還是比較適合打小公開局 騎士開局 後期的話再打這個 飄漢精神 這個大落馬 或是讓自己的落土 騎士攻擊力再更好一點 瑪莉人的話 終界也可以考慮打飛刀手 飛刀女獵手也是對瑪莉人 來說是一個很好用的遠程單位 遇到波蘭人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出現 飛刀女獵手 因為波蘭人這場如果打騎兵的話 很容易被瑪莉人的落土給壓制 那如果打步兵的話 波蘭人也會被飛刀女獵手給壓制 所以後期的部分 就是看雙方的控兵跟轉兵的一個關鍵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波蘭人的最大的特色 只要在這個大莊園旁邊 這個範圍裡面 灑下農田之後 就可以立即縮成8%的農田 那要讓農田完成建造之後才可以縮成 所以波蘭人這個能力 在一開始其實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3TC開始運轉 農田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大莊園的立即收成效果 會非常誇張的 那波蘭人本身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要打工兵步兵騎兵都可以 雖然他的防禦跟鎧甲 沒有到非常海 沒有到非常高 但是他有這個三級射還有拇指環 所以本身來說攻擊手還是可以用 而且有強弩 那騎兵部分呢 雖然沒有三級馬侃 但是他有這個貴族特權 騎兵只要30塊錢而已 而且地用時代在點下這個 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這個洛瑪呢 有這個踐踏效果 整體來說洛瑪沒有三級防 雖然有點小傷 但是波蘭有一些特殊效果的關係 所以讓他打騎兵 也是有一個不錯的 一個流程的 不好意思這個 嘴巴還是有點痛 八萬支持還是要硬撥比賽 因為我們這個日更 是沒有間斷 如果有間斷的話 隔天也會補比賽 那還是會盡量每天做更新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升封建Sny時間 瑪莉人這邊是20P上封建Sny 波蘭人這邊是18P 那兩邊P數上的不太一樣 那波蘭人這麼早上 有可能是要打極限落馬 來看一下這邊會不會下落馬 因為這邊黃金也沒有挖 那這張地圖的黃金有點像是 掏金草一樣 中間我非常多的黃金 所以中間搶金礦是蠻重要的 好 波蘭這邊果然是下了馬就 那我打波蘭 其實是不太喜歡打落馬開的 因為波蘭雖然有這個大莊園的效果 但是他在封建時代初期 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你看現在就馬上就要斷肉了 而且這個大莊園又比皮場還要貴 你魔防一個是100 那大莊園是125木頭 雖然這個大莊園還會再多加五人口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差的感覺 但是這個前期就是不會灑甜 所以波蘭就不會吃到這個大莊園的紅利加成 這算是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出落馬 可能出個一兩隻就開始斷了 你看他斷了 我就知道 這個我可是波蘭玩家 最清楚知道波蘭落馬開會發生什麼事情 哇後面是怎樣 越越大集合 四隻野狼在後面追長江兵 哇這看起來要被堆死了 這是什麼 待會要直接讓長江兵被咬死 然後讓大野狼這外兵等他嗎 這兩隻刺猴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這就是波蘭刺猴開的一個缺點 所以工兵開我覺得流程會比較順一點 當然出門時間會晚一些 但比羅馬開來說會好傷一些些 那這邊瑪莉人也沒有想要打一個封建 已經為死了 準備要來升這個城堡賽 四季也下了 他這邊四季下的蠻早的 通常這個時間點不會下四季 會繼續灑農田 讓自己的農田獲取量更快一些 因為被建一個四季 基本上就是三片農田 好這邊直接拉長江兵出去 想要把野狼拉到對方家裡 好這邊刺猴追到了對方的波蘭兩隻刺猴 挑戰長江兵 有 長江兵過來支援一下 好驅趕掉一下瑪莉的這邊的刺猴 下方野狼再度被拉回了瑪莉人 這邊直接拉到果子這裡還不錯 哇很可惜喔 沒有直接拉到果子了 不然待會一出去 這個果子吃完 野狼就會過來咬了 幫忙助攻一下 但是他是不會追赤猴的 野狼很聰明 知道馬跑比較快 追不到 不追馬 那瑪莉人這邊時候已經開始挖下了石頭 五個人挖死 相當標準 那五個人挖死 點城堡時代之後 一上城堡就會蓋一棟城堡 那目前目測 瑪莉人這邊是想要先行奪到中間這塊金礦 想去中間插城堡 那破蘭人這邊也是 那破蘭人這邊挖石頭人比較少一點點 那破蘭人有個優勢 他只要挖石頭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經濟來說現在破蘭人是比馬力人好上一點點的 好第一時間先下了一個TC 而不是下城堡 想用TC來防守 那這邊按著長槍兵雖然有點做的關係 所以要守住也沒什麼問題 赤頭 破蘭只出了三隻 雖然已經升好洞裝長槍兵了 但是看到這一個TC在這裡 他應該是會直接棄手了 破蘭這邊是直接在家裡開下3TC要開農 聖旅開始出來檢生物 好 那由於馬力人在外面開TC的關係 第三個TC就下了比較慢一點 但破蘭人好像沒有要打公兵耶 也沒有要打這個騎士 他這人在存容耶 哇他這個畫面跟我玩得有點像 平常我自己在打天梯破蘭人的時候也是這個畫面 就是圍死然後就3TC 大中原直接開農 然後後面灑一堆田 然後什麼兵都不出 這樣打其實會有點危險 但優點是如果對方 發太多資源在手中間的話 很容易就會經濟反操 甚至領先對手 所以破蘭這個打法算是可以有的 但不太建議這樣做 因為很容易這樣做 就養成這個習慣 常常不出兵 然後被對方直接打一波就爆掉了 這次應該是滿場人會遇到的事情 之後直接上去 欸 瑪莉這邊出了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 出來之後 波蘭要出步兵也很難出 騎士也會稍微被克制住 但問題不大 雖然飛刀女獵手這次的血量變多了一些些 但他還是很容易被騎兵給吃了死死了 因為攻擊速度也沒有像騎士那麼快 攻擊速度有點像是指輔兵那種感覺 但是飛刀女獵手出的用意是要來克制對方長槍兵 突然這邊長槍兵也是出個意思 並沒有真的要出到底 直接點下了貴族特權 也沒有想要成帝王十代 後面反而是補下了馬舅 開始要出點騎士了嗎 突然這邊用三隻刺頭 突然抓掉了瑪莉人的生侶 這邊拉了一隻駱駝跟刺頭想過來追擊 飛刀女獵手開始再輸出 先打房子後打木牆 這邊果然駱駝一過來直接被打爆 好 輕騎兵也是扛不住駱駝的傷害 這邊直接四個馬就補下囉 哇 這個貴族特權已經研發好 現在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60食物 跟這個民兵差不多肉量 然後黃金也跟民兵差不多 但是他是騎士喔 血量更多一點 而且又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這個貴族特權真的是有點猛 好 飛刀女獵手 成功了壓制住長王兵 長王兵任何事情都沒做到 瑪莉人現在在中間大挖黃金挖得很爽 但經濟來說現在是波蘭這邊稍微有優勢一點點 雖然黃金上來說可能不夠 沒辦法像瑪莉這麼有錢 但基礎支援上來說的話 波蘭會比瑪莉更好一點點 ACCM這邊已經來到76村 瑪莉人這邊是78村 兩邊差不多 差個1村左右而已 好 這邊點完二級房 直接拉了騎士出來 對 波蘭大概出關的時間就是這個時間點 大概約26分鐘左右 好 這時候六隻騎士走了出來 不然會怎麼打呢 好 看到一隻駱駝先行吃掉 聖女想要直接硬招飛刀女獵手 但是聖女直接硬尻 還是把老頭給尻掉了 雖然也招對方飛刀女獵手 但騎士也沒有想要理的意思 因為飛刀女獵手剛剛有講過 打騎士也是很痛的 不過騎士說讓硬尻的話 對方沒操作才能打得贏 但是對方是玩家沒那麼笨的 所以這邊是優先去想要偷襲對方家裡 但瑪莉蘭這邊已經圍好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方補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看來是要從右側進攻 然後先直接攻擊她大本儀 中間這邊... 難道又直接上了 哇 這裡有屑 完蛋了 好大一個屑 嗯 好這邊直接騎士上來硬尻 上方的騎士跟長槍兵直接回首 但是騎兵這邊還是損失慘重 畢竟陳寶加TC的傷害還是很痛的 更何況還有長槍兵喔 好這邊稍微鬧一下之後 主要的目的是要來偷襲瑪莉加里的經濟 這邊經濟可能會打得不錯 因為村民能跑的地方很少 TC只能塞15個人 多餘的人一定要跑到其他地方去躲 但是瑪莉這邊回首相當快速 飛刀女獵手跟騎士直接跑回家裡 稍微做一下拉打 飛刀女獵手還是有不錯的傷害 打一下 這個飛刀很痛 好上方也是 但上方有城堡喔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守下 但終究還是會損失一些村民 瑪莉這邊村民損失到了 只剩到83村 霍蘭這邊是103村 有點開始打出村民差距了 但塔昭這邊很聰明喔 先把這個入口給堵住喔 讓對方騎士沒有逃勝的路線 霍蘭這邊雖然打出一些經濟差距來 但還想要繼續硬攻嗎 這邊再去硬上下去 感覺不太好 先點一下帝王時代 可能好一些 後面兩隻僧侶 直接硬招掉了騎士 兩隻騎士都被招走 這邊塔昭蠻賺喔 就賺了兩隻騎士 好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但是瑪莉人已經快要升級好了 時間大概差了兩分半 霍蘭這邊雖然打出村民差距 但是經濟上來說 還沒有非常領先喔 走推車趕快補一下 會比較好 好 好 霍蘭剛剛這波打到 讓瑪莉有點小小受傷 那打毀霍蘭的打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巨頭開拆火炮開出化學點下 不然就是直接全出騎士 然後身為重裝騎士 點下三級攻直接海量騎士爆一波 好 打爆中間或是直接打爆他家 兩種這種選擇 另外一種選擇就是火炮巨頭 然後轉強弩阿之類的 或是直接走這個大落馬路線 反正有這個擴散傷害對不對 不過沒黃金就打這個大落馬 烈克提克遺產也是挺有殺傷力的 這裡帶了兩台衝車 投石車砸一發 但沒有砸到第一時間飛到手 先打投石車 投石車還是砸到了飛到女獵手的一些傷害 上方的貴族 忽然的騎士直接壓了回去 左邊這邊直接下了一棟城堡 想要來守住加里 哇馬力這邊守得很快速 那這個剛剛不小心把四級滴掉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是不是按錯了 忽然這時候突然按起來戰錘兵 防止再繼續補 但是雙衝車的攻擊速度很快喔 很快就可以頂爆對方的建築物 這邊再繼續爭取一點時間 飛到女獵手在後面去做個拉打 打騎士很痛 這就是飛到女獵手 因為飛到女獵手基本的傷害喔 試試看近戰傷害的 所以能扛住飛到女獵手的單位喔 就只有貴族鐵騎喔 還有這個條盾的騎士 再來就是羅馬的百夫掌 是比較能扛住的 其他單位要硬扛這個飛到女獵手的傷害喔 是有點難扛得住的 這邊看到直接騎士抱了進來 村民直接四處逃竄 村民差距快來到三十村 忽然這時候點下了首推車 重裝騎士跟 這個鍛造技術 還有跟這個什麼 增兵技術 改點都點了很好 ACCM這邊果然不會是越南第一玩家喔 這個觀念非常好 該有補的都會補 這時候補完重裝騎士之後 還補下了波蘭義騎兵喔 這個大洛瑪要補下了 待會再點下金罐 就淨他洛瑪的效果了 這邊拆掉 果然點下烈克提克遺產 看來ACCM已經準備好了 待會斷黃金之後 要用肉馬淹屍對手的一個策略 騎士一直在後面鬧 瑪莉一直把逼往後派 想要守住這一大堆的 騎士 那也補下了駱駝 但彪悍精神好像還沒有點 好 這邊做個包抄 這個包 包得還不錯 也是圍巢 圍掉了一堆飛刀女獵手 哇 地上都是飛刀女獵手的屍體 後面直接四隻生女直接開招 但最終只有招到一隻 這邊點下了三級弓 波蘭這邊騎士豹繼續往瑪莉家裡衝 瑪莉這邊臭民術一直維持在100吋左右 好 第二坨 輕騎兵直接硬上老頭 老頭這邊直接被砍掉 太強大了 波蘭的一騎兵 攻擊力超高 還有擴散傷害 非常好用 後面達羅馬再次跟得上來 瑪莉人 可能一定要出 駱駝來擋殘擋得住 好 輕騎兵直接上前再度硬尻 直接去尻爆了 正在修城堡的村民們 哇 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瑪莉這邊損失慘重 家裡也是持續被騷擾 但是飛刀女獵手 終於要把家裡的重裝騎士給解掉了 但這邊已經被大洛馬給踏過去了 好慘好慘 城堡可能也要守不住 後面三台巨型頭司機 喔 四台 第五台也來了 直接拆掉城堡 波蘭這邊順利的攻下第一座城堡 瑪莉這邊後面退守 補下第二座城堡 想要來做一個防守動作 那這邊還有機會嗎 波蘭的農田的威力已經展現出來了 64片農田 讓波蘭的肉遠遠不絕 可以噴這些大洛馬 還是駱駝 一出來之後 大洛馬的威設力又下降了一些 波蘭這邊可努力再繼續打雙線了 一直都有這些兵喔 在到處鬧 好 正面這棟城堡可能也要掉了 那這次的組合 波蘭人士用了 錘子兵 配上大洛馬的組合 那錘子兵打駱駝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好 但至少不會輸給駱駝 因為駱駝的本身防禦偏低喔 錘子兵的破防效果 並不會那麼理想 好 這邊大洛馬直接硬追 哇 還是踏掉了一些 飛刀的獵手 飛刀的獵手 確定就是血少 好 直接五台軍營透視器 直接硬炸 塔套 瑪莉這邊打出了 爵爵 這個沒想到 波蘭人這樣硬打 黃金後面才開始慢慢挖起來 本來已經都要斷金了 但是硬生生的靠這個大洛馬 直接用洛馬淹了回去 然後再配上少量的步兵 去當肉盾 那波蘭人戰錘兵呢 本身來說不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但是它有這個破防效果 而且血量來說 比一般的步兵的血量還要更多一些些的 只有這個圍巾的狂戰士 是霸了4滴血 第二名的血量就是它了吧 印象中是這樣子 那波蘭人的這個戰錘兵 造假又很便宜 以這個性價比來說 它是很適合當前鋒的坦克 去打對面的駱駝 後面再用先大洛馬 或是戰毛兵 或是強馬在後面射 我都蠻適合的 所以說這個波蘭人的戰術 我算是很多遍了 在這種比賽場合來說 戰術彈性來說 是比較有穩定性一些的 不會被對方預測到 不太容易被預測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蘭這邊 拿下食物的肉量獲勝 幾乎贏了一萬四千肉 幾乎贏了一倍的肉量 直接翻倍 這個太舒服了 那木頭也是差不多 我們就說波蘭這邊的經濟量 後期是很誇張的 它那邊點下手推車之後 直接起飛 那你看這邊 它沒有點手推車 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 世紀帝國裡面的經濟科技 有沒有點手推車 真的是差蠻多的 有點跟沒點 這個資源裝載量 是天差地遠的 那馬力量這邊 很努力在挖黃金 確實也挖到了一堆 但是它卻沒有把這些黃金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這樣你挖金這麼快 應該要更善用一些黃金 去補一些肉 木頭 加強自己的經濟 或是攀根塊的經濟 去預防對方的單位 會比較好一些些 當然這也是我事後諸葛 好啦 那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支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